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和范德比尔特达成了4年48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之后 胡人运营总裁佩林卡可以说是彻底完成了他在这个休赛期的全部核心任务 胡人不仅在原有的阵容基础上提升了实力和厚度 而且他们还保证了未来几年核心阵容的稳定性 很显然 如今的胡人已经重新回到了争冠行列当中 在距离新赛季训练营还剩不到半个月时间的情况下 以詹姆斯 农眉为首的胡人球员也都自发回到了训练馆 为新赛季开始备战了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运作之后 胡人球迷最关心的显然是他们新赛季的首发阵容该如何安排 深厚的阵容深度给胡人教练组带来了一定的烦恼 用胡人随对记者的话说就是 目前 胡人只有詹姆斯 农眉 李福斯这三名球员 是确定会进入先发阵容的另外两个位置 在大部分人看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改变 拉塞尔 文森特 巴村磊 伍德 范德比尔特 似乎都值得进入先发 不过 在多数人看来 这些人当中巴村磊的首发位置是最稳固的 因为根据报道来看 伍德会是浓眉的替补 范德比尔特的角色 也将在他展现出稳定的进攻能力之前 逐渐边缘化 只有巴村磊是胡人核心阵容当中的一员 过去这个赛季 胡人迎来的一段逆袭的旅程 巴村磊的整体状态可以说和胡人是非常相似的 赛季初 巴村磊在奇才的位置同样很尴尬 他已经不再是奇才的重点培养对象 首发的位置也完全被库子马给占据了 慢慢的 巴村磊对于自己在奇才的未来感到迷惑 他认为奇才并不是很需要他 他逐渐萌生了去意 尽管奇才给他开出了年薪达到15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但失去归属感的巴村磊 他拒绝了这份合同 去意已决 这给了胡人机会 加上巴村磊的状态 比起前几个赛季有所下滑 他的市场价值也开始下跌 最终 胡人仅仅只用纳恩作为筹码 并且搭上了三个次轮选秀权就从奇才交易得到了巴村磊 来到胡人 巴村磊同样经历了低谷和高潮 他被视为胡人的救星 因为胡人在封线上没有一名像他一样伸手全能的角色球员 在加盟胡人之后 巴村磊也立刻就坐上了胡人的先发位置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胡人通过交易得到了拉塞尔 范德比尔特 比斯利之后 巴村磊的先发位置 又被防守更为出色的范德比尔特给顶替了 巴村磊不仅回到了替补席 而且在詹姆斯复出的首场 胡人主场面对公牛 巴村磊甚至还被弃用了 他就这么坐在替补席上 看着胡人主场输球丧失季后赛的主动权 好在胡人主帅哈姆的优点之一 就是知错就改 他不仅重新把巴村磊拿回到轮换阵容 而且他还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 公开自我检讨 表示他弃用巴村磊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还给巴村磊道歉 哈姆极高的情商 安抚了巴村磊的内心 后者感受到了胡人对他的爱意 他也开始认为胡人是需要他的 随着季后赛的到来 属于巴村磊的舞台也随之而来 他的表现随着季后赛的深入愈发出色 甚至大部分人认为 哈姆在西绝最后的生死战 才让巴村磊上首发 打40分钟已经晚了 从季后赛的表现 以及出场时间来看 巴村磊毫无疑问 就是胡人阵中仅次于詹姆斯 农眉 里夫斯的球员 他既高效又稳定 攻防都值得信赖 这个休赛期 巴村磊也没有和其他太多的球队接触 胡人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他也在第一时间 就在三年5100万美元的合同上签了字 尽管没有跟随日本南蓝 征战南蓝世界杯 但巴村磊可没有把训练落下 几乎整个休赛期 巴村磊都在和胡人助教费尔汉迪进行特训 加强他不弱的环节 提升他的整体实力 从胡人发布的巴村磊最新训练动态 可以看出 巴村磊的身体状态非常良好 这是他努力训练的成果 即便已经拿到了大合同 但巴村磊是多次经历过跌宕起伏的球员 他深知如今的机会来之不易 他需要好好把握 继续提升自己 未来他肯定还有机会拿更大的合同 另外 距离新赛季的训练营已经越来越近了 有关于金州勇士的讨论 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 截至目前 勇士管理层似乎仍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没有被解决 克莱汤普森即将进入合同年 他的续约窗口期已经开启了有一段时间 但他的续约却迟迟无法达成 而作为勇士的功勋主帅 史蒂夫科尔和勇士的合同同样只剩下了最后一年 勇士没有和克尔续约 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除此之外 在勇士的训练营当中 有关于轮换阵容的搭配 更是勇士教练组头疼的问题 克莱和科尔都没有和勇士完成续约 这是管理层头疼的问题 不过 站在勇士球迷的角度 大家更关心的话题 显然是勇士新赛季的排兵布阵 以及轮换的问题 自从克里斯保罗被交易送到勇士之后 有关于勇士应该如何安排首发 成了所有人讨论的焦点 尽管作为勇士核心老大 库里曾在季后赛替补出场 就是为了不破坏勇士的化学反应 可库里的牺牲精神 似乎并没有被完全融入勇士的球队文化当中 此前的普尔 就因为对内地位的问题 不断在场上展现出消极的态度 如今的保罗 更是对替补的定位嗤之以鼻 毫无疑问 替补才是保罗在勇士最佳的定位 然而大家都清楚的事情 勇士教练组不会不知道 可科尔在接受采访时 把勇士首发阵容该如何安排 甩到了训练营之后才给出答案 这种拖延时间的敷衍回答 能够看出科尔的无奈 其中保罗的态度 无疑是最关键的 所有人都明白 库里 克莱 维金斯 格林 卢尼 这套首发阵容是全联盟竞效率最高的冠军阵容 在以往几个赛季 从没有人会就首发阵容提问科尔 显而易见的是 保罗的到来给勇士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保罗不愿意替补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湾区记者几次的直接提问 也都被保罗强硬回怼了 这名未来的名人堂球员 可不像普尔这种年轻人一样 可以随意安排他的位置 勇士需要给保罗足够的尊重 除非得到他自己的认可 否则的话 保罗占据勇士的一个首发席位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而 不管是对于保罗而言 还是站在勇士的角度 让保罗首发 很可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必须要承认的是 保罗迎来了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他的合同还剩下两年6080万美元 但其中受保障部分 只有1500万 在采访中 保罗也表达了自己对生涯的规划 即便他已经38岁了 但保罗仍坚持认为 他的生涯还有好几年 达到40岁不成问题 关键在于 保罗会以怎样的姿态 达到40岁 这个休赛期 保罗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只要他愿意放弃一部分薪水 不管是在太阳还是奇才 他都有机会和管理层谈买断 然而除非是被踩 否则的话 保罗不可能会成为自由球员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想过买断的事情 因为他很清楚 一旦这个时候成为自由球员 只要去征贯球队 他能拿到的合同 不是中产 就是底薪 骄傲的保罗 不愿主动接受这一点 这导致如今他的处境 变得尴尬 站在征贯的角度 快船 胡人都是他更好的选择 但他清楚 去这些球队 他的身份大概率就是底薪球员 他不愿意放弃三千万的身份 保罗的自尊心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现在你应该能明白 保罗想要首发的心态 有多么强烈了吧 可一旦保罗 坐上勇士首发 库里将被推到二号位上 防守下滑 巨大的克莱 会成为小前锋 维金斯成了勇士的四号位 勇士的整体高度 将进一步下滑 威少和胡人的失败案例 还历历在目 保罗的坚持 很可能导致的 就是勇士防守端的溃败 然后就是核心球员们的压力增大 老将伤病增多 竞技状态急速下滑 威少在胡人说难听点 已经是身败名裂了 他从一名薪水 接近五千万美元的球员 直接沦为 如今只拿着几百万的合同 保罗如果强行坚持 不愿意牺牲 库里将会因为他的坚持 被迫提到二号位 这对库里在防守端 又是个打击 届时保罗的处境 可能会更加尴尬 是个打击的处境 是个打击的处境 是个打击的处境